哈哈哈哈 傻孩子 他怎么可能会认你呢 啊 亦儿 这是他曾经的陪嫁丫鬟 一只女鬼飘荡了过来 他双眼瞎了 和和冷笑 娘娘 好久不见啊 自从娘娘处死了奴婢 奴婢就一天也不敢离开娘娘 奴婢 一直在陪着娘娘呢 皇上只是随口夸了一句 她的眼睛好看 许嫔就让人将她的眼睛弄瞎了 将她投井了 对外却宣称 她是失足掉在井里死了的 娘娘 这么多个日日夜夜 奴婢 奴婢一直很想念你 今晚 让奴婢伺候您吧 不怪我 不怪我 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若不是你归宴皇上 我怎么会杀了你 你明明知道 我还了孩子心情不好 却拼命在这个时候 却拼命在这个时候 却拼到皇上的关注 你该死 你该死 我该死 我什么也没做 娘娘 你明明知道 我早就有了一中人了 你明明都知道的 玉池西坐在一旁的地上 看戏 天哪 好大一个瓜 这些都是书中没有写出来的内容 这也太刺激了吧 书中只是写 许贫找了个道士没多久 就暴毙了 玉池西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事 现场之瓜 爽歪歪啊 景怀安回来找玉池西的时候 就看到许贫 捂着耳朵蹲在地上 双眼都是泪 嘴里念叨着 滚啊 滚啊 你们都滚啊 这许贫 是疯了 景怀安默默地将玉池西抱起来 离她远点 小公主 下次看戏 要搁远点 离太近了 会被误伤的 小公主 可千万不能受伤啊 好像有点道理 玉池西点了点头 看向她 景怀 白安开口 八皇子已无大碍 梁妃娘娘 过去照顾她了 梁妃娘娘说 迟早要拔下许贫一层皮来 梁妃娘娘 在玉衣服 骂了许酒 没听到 没听到 好可惜啊 不过 看着许贫的样子 似乎等不到梁妃娘娘来报仇了 玉池西点了点头 没错 许贫的命数 多谢